前几天我的儿子去法国的巴黎时装周 儿子回来问我说 他们说我穿着很大胆 我该怎么回答 我跟恩利说 说你大胆的人 是他们活在他们认知的世界里 他没有看过是他的课题 而你这一生完成自己 勇敢做自己 是你的课题 前几天我的儿子去法国的巴黎时装周 然后很多人都问了他一个问题 就说恩利啊你的穿着很大胆 儿子回来问我说 他们说我穿着很大胆 我该怎么回答 我跟恩利说 说你大胆的人 是他们活在他们认知的世界里 他对于没有见过的事情 产生了他自己主观的看法 最后脱口而出 变成了他的批判 可是恩利你在纽约这样穿 是很平常的呀 所以你不用去背负 他的主观看法 他没有看过是他的课题 而你这一生完成自己 勇敢做自己 是你的课题 全然的做自己 的确是需要勇气的 也有人说 哎呦一能静啊 你这五十几岁了 只关心美不美 做点有意义的事好吗 但我却觉得 照顾好在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仅有的我 就是最重要的意义 有什么比绽放自己 呵护自己更有意义呢 无论别人怎么想 结就是要每一辈子 同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